我當然還在期待 我又不是成龍 所以來排隊 請朋友幫我排隊 有關於中美科技戰 波及華為 這是一個人類歷史上 最羞恥的記錄 堂堂一個大國的政府 請全力打壓一個企業 他以為可以打得很順手 以前打垮了日本的東芝 後來打垮了台灣的友達 打垮了台灣的HTC 他現在竟然 華為沒有被他打垮 他心裡面 用聯盟多的講話 I was upset 我非常沮喪 為什麼美國打垮不了華為 美國從頭到尾 打論的企業都是不對的 都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恥路 而且他們不自知 他們覺得一種 享受一種侵略的快感 一種霸凌人的快感 所以聯盟多 拜登等人 簡直是在這個世界上 應該被文明淘汰的渣宅 很可惡 而且你用的手法是不正當的 比如說激進孟晚舟 比如說曾經還要設法逮捕任正非 這都是公開的事情 你用美國國家安全決定力量 入侵一個企業裡面去竊起機密 入侵到匯豐銀行裡面去捏造 所謂的電子郵件 要入罪於孟晚舟 都是你們美國人幹出來的花樣 美國應該是一個很正大光明的民主啊 美國應該像華盛頓一樣不砍櫻桃樹的啊 美國應該做出很多他們傑佛性所教導的一些道德形象 那為什麼美國現在會墮落成拜登這夥人在執政啊 美國要深自檢討 是不是羅馬帝國快要崩潰了 崩潰之前回光返照 胡來一衝 你想想看 華為的60pro大賣 他某種程度裡面是因為中國人在鴉片戰爭以後 第一次碰到這麼強大的強權的打壓 一種民主情感的反射 那同時呢 任正非也確實很爭氣 到目前唯一被打壓而沒有垮掉的一個企業 而且他自信說第一輪是2019年被打壓 第二輪2020年 現在已經2023年 他終於推出了Mate 60pro 但是中國還要在晶片製造上面一定要再努力 不可以在先端晶片上面讓美國得逞 因為美國以一國之力無法打壓華為 他找了日本 找了韓國 找了台灣 找了荷蘭 只要你一玩突破的話 這個包圍圈就會無形的瓦解 所以以埃斯摩爾的估計應該五年內就會達成這樣的現象 我們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但是你用一種打壓一些科技廠商 科技廠商是人類的文明 你用這種方式反人類反文明的方式在打壓科技廠商 歷史上會告訴你美國做了一件最噁心跟恥辱的事 我們比較華為跟蘋果 那當然這兩個公司在過去這幾年是待遇差很多了 蘋果是大賺 尤其是華為手機在這幾年被迫退潮之後 華為蘋果和Android三星搶佔這個市場 可是你如果看他整個在做的項目 蘋果其實越來越像是Sony 它走向一個內容服務娛樂 然後呢這些相關的這些設備跟內容的服務公司 它接下來叫做Vision Pro 那就是那個ARXR 那可是華為在做什麼 各位看 當孟晚舟說這個AI 不是一般的AI 它叫All Intelligence 也就是全面智慧化 過去他做的是全面這個所謂的制裁 智慧財產權 全面的雲端 現在指全面智慧 也就是說從手機到車載平台到家庭 到你所有相關的這些透過5G網路 甚至將來更進一步5.5G 6G的這個連結 完全的自動化 完全的智慧化 智能化 這是一個新的科技的境界 它伴之而來的APP 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 以及甚至對人類的方便 你現在可以想像你沒有一個智慧型手機嗎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可以想像你出門沒有帶手機嗎 是不是 所以也就是說華為在走的是 要為人類在科技服務人類的全能的 這個全面智慧化 而蘋果呢 是在賺錢方向繼續努力 它是一個企業 但同樣的這樣子的賺錢的企業 它可以有不同的視野 跟不同的這個報復 那但是呢美國這邊我真的勸美國政府 要停掉科技站 因為你要輸了 你不只是達不到科技站的目的 華為的手機已經告訴你 它不只是彎道還可以換到超車 而且只是時間問題 對不對 它可以用製程的方式做到一樣的效果 那你覺得未來你現在還自以為 比較提早一步兩步的這些 三奈米五奈米華為在幾年之後可以做得到 所以現在那你會碰到什麼問題 就像是ASBO或者是輝達告訴美國政府的 你要撕掉市場了 而且你要讓中國更有創造力了 是不是如此 是如此 手機證明 華為證明 電動車也證明 所以不要再用這種人為的政府介入的方式去影響全人類的科技的發展 而是要用共同的 這個時候你美國還是可以去發展 吸引到更好的人才 為你的新創 為你的賺錢事業 以及為你的這些收版權稅 做更多的努力 大家也可以合作 這個時候你如果把全球化變成兩個半球化 你到後來發覺到你自己的半球化 只有局限在美國或少部分的這個西方國家 而從中國慢慢更擴大的這個 被你限制所謂的供應鏈的這個小院高牆 這個小院高牆你不是設 你講的是好像小院 是說只是設計你限制你這個高深的科技 事實上你是限制整個 所有中國相關的這些的科技的發展 所以在這樣情況 它反而是走向全面智慧化 它反而是突破 我覺得美國真的要把科技戰好好的思考 聯盟多我知道你upside 但是你要為美國的利益做正確的決定 一場俄乌戰爭真的給全世界帶來了幾乎重組的現象 讓中國跟俄羅斯因為遭到美國打壓的這兩個國家 突然之間走得非常的緊密 那不只是說最近王毅見了普丁談了一些事 更重要的普丁也會去中國大陸參加一帶一路的高峰會 因為普丁大概到什麼地方去都有一點的麻煩 到中國就沒有這些事情了 也會使得中國跟俄羅斯的共同開發大西伯利亞跟北冰洋的計畫 很快就會進入時程 那美國的戰略怎麼會搞的 他想要打壓中國 最後變成打壓俄羅斯 最後促成中俄之間的某種形式的結盟 這個可能是美國所始料未及的 也證實一件事情 美國這一代的戰略設計者 包括拜登 蘇利文跟布林肯 都是滷落腳那種角色才搞成今天的局面 杜魯道現在面對空前的壓力 因為席克教徒在加拿大和全世界都很會經商 尤其在加拿大很多富商巨甲 都是席克族占有一份一席之地 所以對於金族跟選票的來源 杜魯道是無法默示的 而且這些教徒的領導人被指控為恐怖分子 被莫迪這樣追殺 而且是派特務追殺 請問一下莫迪派特務追殺 席克教的領導人 跟沙烏地阿拉伯當時派特務去殺他一個記者 有什麼不同 那你當時美國拜登責怪沙特的王儲是什麼 是賤民 那請問一下杜魯道跟拜登現在要不要 給莫迪扣上一個帽子 你也是賤民 這才是公平 這是美國價值 但是為了要打壓中國的崛起 他們需要莫迪的配合 因為韓國日本基本上是美國的衛星國 歐盟也是美國的衛星國家 衛星國家他只能乖乖的聽話 但是對於印度 他不可能成為美國的衛星國家 所以好好伺候著 所以這一關 尽管杜魯道叫歸叫這種事情 是很快就會塵埃落定了 他還玩不著心把戲來 因為莫迪的立場很清楚 所以貿易戰也好 或者其他外交戰也好 他都會奉陪 對奉陪 剛好可以刺激一下印度 教練民族主義對他有利的 為什麼不玩這個遊戲呢 有關於哲蘭斯基 他們現在的立場是說 我在為全世界抵抗俄羅斯的侵略 所以你全世界幫助我是一種義務 可是就他最旁邊的波蘭來講 他覺得我幫助你 跟你抵抗俄羅斯是兩馬子事 我幫助你是我對你的恩情 你不要把這個恩情當作 好像是應該的 理所當然 理所當然的 這兩個人認知就出現很多的差別 所以哲蘭斯基跟他的所謂的總統府顧問 可以罵盡全世界的領導人 到現在為止好像這兩個人被罵到 一個叫拜登 一個叫習近平 其他都罵光了 不過 整體來講的話 這一場俄羅斯戰爭已經走入 南北韓戰爭的模式裡面去 就是越打越不起勁 越打越沒力氣 好像大家都等待天氣趕快變冬天 趕快收攤子 等到明年再來 而且美國對於烏克蘭的幫助 也是每況愈下 連麥卡錫都要來個查帳了 他講白了說要跟哲蘭斯基 這個對子其實就是查帳 當然韓國最可憐 韓國現在出了一個總統 為了犧牲韓國人自己的尊嚴 要配合美國的政策 然後來玩日韓友誼 日韓友誼是應該的 但是要犧牲自己的尊嚴到這種地步 全世界領導人還是很少見 其實都是保護自己 也就是在整個俄乌戰爭 沒有想到拖這麼久 沒有想到變成這樣一個僵局 而且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 可是又持續的被要求 要提供更多的軍事經濟到糧食 所以還不包含難民的處理 超過一千萬來自於烏克蘭難民 在歐洲各國 尤其是在波蘭 我想超過三百萬以上 所以波蘭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戰爭當中 它其實也受了很大的這種沉重的負擔 那但是呢 你又看到 周恩斯基不只是對波蘭 對歐洲國家 對美國是一樣 他其實是相當高調 相當指責 相當覺得理所當然 你就應該要幫我的 所以呢 那不只是歐洲 連美國的國安顧問蘇利文都說 我們應該要得到應有的尊重 你不要老是對我指指點點 說我對你的這個援助不夠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困難嘛 對不對 但是現在你就看到 這個戰爭的長期化 僵局化 如果他在接下來 陸東之前沒有一個這種 就是說談的空間的話 我覺得其實 烏克蘭會面臨到更嚴峻的形勢 因為這方面你不要忘記嘛 當俄羅斯跟北韓在 傳統武器的這個 就是說合作上 其實真的會可能使這個戰爭 更長期的僵局 那我覺得加拿大這個事情 證明的關鍵其實是 加拿大政府跟杜魯道 已經知道誰做的 調查結果出來了 我認為如此 但是呢 不適合用政府來去公布 他一旦公布就變成是 他跟印度政府之間的外交衝突了 可是呢 杜魯道就覺得說 他要面對他的媒體 他的支持者 他這些席克教的金主們 席克教怎麼會賺錢呢 這個蔡委員說的嘛 所以他要把他講出來 而且加拿大一直有一種 就是他是一種 非常有道德觀的 這個道德觀我覺得其實已經 往往是限制到自己的 不需要這麼樣子 可是呢 他就用他杜魯道總理的 個人的身份說 是印度政府派突特務暗沙達 那這個跟政府講沒什麼差別 可是呢 他不願意用政府的這個 調查報告出來 我覺得美國一定也知道 那這裡面的關鍵就是 你印度政府有這樣做嗎 你有權力這樣做嗎 然後呢 莫迪你知道嗎 你事後知道嗎 印度其實在迫害人權的層面上 紀錄是非常的血淚斑斑的 而美國因為要制衡中國 所以完全無視於印度 放縱莫迪在許多的事情上 那現在加拿大碰到事情 碰到撞牆了 那我覺得其實美國 你自己要檢討一下 對印度的政策 要這個不要雙標 不要多重標準 要以一致的 以自己的標準 不過他第一時間就是說被嗨了啦 所以 並沒有引起 他的那個粉絲有一千萬 在台灣這裡的新聞出現的時候 已經加上了他的回應 就說是被嗨客的 因為這個小川普 粉絲有一千萬 所以本來就是 大平台 我覺得華為 是故意利用那個 Romento訪中的 那個時間來做 這個就是一連串的行銷策略 操作 他829發佈 那個時候 Romento還在中國大陸 那接下來他又 發佈了另外兩款 對不對 然後他知道 他9月25號有一個正式發佈會 那孟晚舟的演講是9月20 所以這裡面 他這個就是很厲害的操作 我覺得這個就是商業的手法 那不斷的造勢 當然這個是有底氣的 並不是沒有 就是說 他這個MAT60 大家一定會去猜啊 說你這個芯片是怎麼做出來的 那後來我們就看到越來越多的報導 就知道說原來他奠定的是要 是一個大運算力的革命啊 那這個就要有很多 他陸續公佈的一些東西 讓你知道他是全面性的在發展嘛 比如說 他那個 9月25號有一個東西要公佈 就七款新的裝置嘛 那有一個就叫FreeBuds耳機 那個就是用新閃 用Neil Link 那那個的速度 聽說他不延遲 比藍牙的速度快30倍 那這個也是一種算力啊 那這個就是他從通訊那邊切過來的 所以他說他現在可以做到5.5G嘛 有關通訊的部分 他事實上還不只做這個 他也做大數據 比如說大數據 後來他就傳出來了說 他相對於Oracle啦 那些做大數據的 他事實上也發展了高斯數據 然後人工智能大模型呢 他也做了旁古智能的大模型 那這個大模型是根據什麼 原來他還有這個麒麟9000的神經S配備 基本上是做圖形晶片的 那有人說他的算力大概可以做到A100 A100就是NVIDIA要特購給中國大陸的A100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全面性的 然後我們也同時看到 比如說這個他還介入了汽車 然後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問介M7 這個汽車 然後他變成是一個一群工程師團隊 那跟他合作 他就協助幫你的公司改造 那同時也讓你精進 然後變成可以跟華為長期 合作的團隊這樣 那意思就是說他未來汽車也是一個智能平台 那這個他也介入了 所以你幾乎看他整個的遠景看起來 就是連結從通訊的算力 然後到半導體的算力 然後到數據庫 所以他大概就是要連接 未來所有人工智能跟數據的平台 那變成一個萬物互聯的這樣的一個公司 所以他不是只是百工百業 他說是千行萬業 就是萬物互聯嘛 所以他已經不能用手機公司這樣的來看 我覺得美中現在的氛圍是在朝向11月的 EPEC的高峰會在做真正的準備啦 因為坦白講王毅見到蘇利文12個小時 這個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也是一個秘密的閃電式的見面 那談了12個小時 那雖然有背後的演習的因素 還有比如說金正恩去俄羅斯啦 所以美方急著要知道中國的態度 可是很明顯也針對 EPEC的高峰會的可能性做了深入的探討 所以你看後來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稿 第二大段就寫台灣議題 因為他就關注這個嘛 那第三段在寫說 你不要以為你能夠阻礙這個中國的發展權力啦 那這個顯然就是針對貿易戰跟科技戰嘛 那因為最近有一些訊息喔 你給他整體看啦 比如說Ramando Ramando他說他不高興 可是到目前為止 共和黨主導國會的給商務部的那個函啊 要求美國商務部要制裁中芯國際跟華為對不對 商務部到現在還沒有回應 他如果那麼生氣應該就跟進就好了 那顯然是 我覺得拜登政府在想要怎麼回啦 就是他如果跟進我跟你講高峰會就不用談了 因為華為現在已經是 中國民族主義的最大的象徵嘛 你這個時候去制裁他 你想一想會引起多大的風暴 所以我覺得拜登也是在苦惱 可是就意味著他 在想方法要怎麼處理啦 那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啦 比如說這個Newlan 這個Newlan這個首席父親 事實上是個鷹派啊 那他也跟馬曹旭見面 而且你可以看到習近平 有發了一個電文啊 那重新去引述中美的合作的歷史 他講到飛虎隊吧 中美歷史很多啊 對抗也一大堆啊 那幹嘛去講飛虎隊 對不對 那拜登呢 他也直接在講說有責任來管理競爭 這個現在大概都變成一個調子啦 其實我有時候從這邊看 我也會覺得 侯友宜到美國得到比較好的接待 跟評價 跟這個也有關係 就是美國在微調整個氛圍 那既然大陸認為台灣最重要 而且在第二大段 那美國總是要有一些動作 讓他感受到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應該就是 美中目前正積極的在微調那個氛圍 那最後一個突破點可能就是 美國可能要放手 讓香港特首李家超去啦 那這樣就解掉了 這個習近平最尷尬的部分 我認為李家超應該最後會被放 因為那個不是法律 那個是參議院的聯名性 那拜登以他外交委員會這麼久的資歷 他應該可以處理 這個李上福不一樣 李上福那是法律 正式的制裁 對他是根據法律 所以我認為目前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美中是在接近當中 那只是說 因為我覺得拜登大概想通了啦 就是跟中國合作 他可以得到很多分數 比如說那個芬太尼的反讀合作啦 氣候議題的合作啦 那波音可以開始出貨啦 很多啦 所以我就覺得 他大概開始想這些問題啦 大概是這樣